今天我们几个参考类的日更专栏之间有一次联动 大家各自举出一个本月最值得推荐的人物 商业参考的阅读人物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张诗彤 科技参考的阅读人物是一位探险家沙克尔顿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串门看一看 我已经连续说了两天的唏嘘可可 所以我这个月的推荐人物当然就是他 我的推荐语是 在唏嘘可可之后 电影人要么直接使用他的方法 要么想尽办法摆脱他的影子 美国的一位电影学者曾经痛斥电影专业的学生见识浅薄 对《星球大战》烂熟于胸 但是对前辈大师的名作几乎全都没看过 顶多知道几部唏嘘可可的作品 好在是还知道几部唏嘘可可 唏嘘可可希望自己被后世名记的方法是 通过纯粹的电影技术来娱乐大众 他的电影在奥斯卡的成绩并不太好 曾经46次获得提名 但是只拿了6个奖 还没有一次是导演奖 因为在当年 他那种技术含量很高 但是没有什么欣赏门槛的商业篇手法 并不入学院派评委的法眼 他知道怎么拍的让评委们叫好 但是有意识地放弃了这种拍法 今天看时间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他至少有四五部电影 是足以排进一百年来最伟大的电影行列 我把他们放在今天的最后来说 作为对今年这个乏善可乘的奥斯卡候选阵容的补充 前天我们说的是唏嘘苛刻的悬念到底是什么 昨天说的是 他从自己的心理问题里发展出来的独门秘籍 那么今天就来看一看 他满足甚至可以说是操纵大众情绪的方法都有哪些 首先制造一个紧张的悬念结构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卖高分 卖高分是什么 唏嘘苛刻讲过一个奇怪的笑话 话说在一列火车上 有两个旅客在交谈 一个问先生 你放在行李架上的奇怪皮包里装的是什么 另一个回答说 这是一个卖高分 它是干什么用的 是诱补苏格兰高原上的狮子用的 可是苏格兰并没有狮子 那就是没有卖高分了 他的意思是 卖高分其实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能够产生推动力 让故事运转起来的工具 卖高分对故事里的人物来说显得很重要 让观众投入角色的行动历程 但是他对观众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间谍片里 他是所有间谍都在抢夺的一圆胶卷 但是自始至终 没人知道胶卷上拍的是什么 按我的理解 咱们可以把电影看成是一场足球比赛 卖高分就是那颗所有人都要抢夺的球 规则 目标 行动和结果都围绕这颗球 唯独球本身不重要 中场哨一吹 都不会有人再去看他一眼 制造一个游戏 设一个局 都要先设计一个形式明确的卖高分 但是唏嘘苛刻的设计思路 是怎么样用它来发起行动 而不是去解释它 这就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了 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谍战题材动作片 总是要解释一下这个卖高分是什么 这可以突出主角行动的正义性 比如他要拿回来的是一个落在恐怖分子手上的 核武器启动装置 而唏嘘苛刻说 我根本不关心电影要传达什么 我对电影的热爱远比对道德看得重 说话俏皮刻薄的英国人唏嘘苛刻 很可能觉得那种道德说教太廉价 他的任务是让观众走进电影院来放松和娱乐 像什么用原子弹毁灭地球是不对的这种事 还需要拍成电影来说吗 麦高分这颗球发出来之后 电影的任务就是不能让球落地 我们今天看唏嘘苛刻的电影 人物的言谈举止都是缓慢优雅的 但是结构一点都不松懈 画出图来那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环环相扣 一个点抛出来 后面就一定要接住 制造出新的高潮 在他的电影里 情节比价值观重要 而节奏比逻辑的合理性重要 比如他在1959年拍摄的电影《西北偏北》 讲的是加里格兰特扮演的一个广告商 被一伙外国间谍误以为是要搞掉的特工 从纽约开始一路地追杀他 先是制造车祸 然后杀死他遇到的联合国官员 让他背上了通缉令 又诱骗他到一个乡间农田的路边 去和知情人接头 这个时候合理的安排 当然是让他遭遇埋伏的杀手 常规的处理方法 是让持枪杀手躲进玉米地 双方搏斗一番 你追我逃 最后主角趁着夜色脱离险境 但那样一来就太普通了 接不住前面制造的惊险氛围 节奏一垮 那颗球就落地了 唧唧可可说 观众又不是买票来看纪录片的 合理性没有那么重要 我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拍摄这个场景 不给受害者提供任何隐蔽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电影已经过半了 观众对倒霉的格兰特 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情感认同 所以要派他孤独地站在一个荒野上 受到一个强大物体的攻击 他们想出来的办法 是让间谍驾驶着撒农药的飞机 向地面上的格兰特进行机枪扫射 最后飞机在俯冲的时候 撞上了油罐车 那条明显的最合乎逻辑的路 是人人都能想到的路 也就是毫无惊悚和悬念的路 先把它给否定掉 才能发现做事情的新途径 让球不落地的另一个方法 是虚晃一枪来愚弄观众 爱搞恶子剧的喜剧客客知道 那些等待着被娱乐的观众 早就准备好了要被愚弄 当他们上了那些障眼法 认知陷阱的当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我被骗了 第二反应是我很喜欢 1960年上映的《惊魂记》 当年吓坏了很多观众 电影讲的是一个在偏僻小镇上 开旅馆的变态杀人狂 因为童年精神创伤 在行凶的时候 打扮成了被他毒死的母亲 在精神上也产生出了 一个母亲的人格 这个故事在那个时候 实在是没法让电影公司接受的 最后唏嘘客客自己 承扎的制作成本 他在片场要求演员举手宣誓 绝对不泄露有关电影的任何信息 这也是一个宣传手段 一段时间里 整个街头相议 都是这部神秘的电影 到底在讲什么 而第一面看电影的人 确实容易受骗 电影开头刻画的是 女明星扮演的角色 怎么和自己的情人 计划他们俩的未来 很详细的派他为了替情人还债 如何贪污公款 一路紧张地逃亡 结果 在他入住小旅店洗澡的时候 突然被杀了 而这个时候 电影刚过去了三分之一 观众也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看到的 并不是主线剧情 那个女明星演的 也算不上是女主角 这种不讲理反而很奇特 我看过一部 不太好归类的B级片 叫《杀出个黎明》 是昆廷早年的编剧作品 开头本来也是标准的犯罪动作片 两个犯人越狱抢劫 一路上和警察枪战 又绑架了一家人质逃到了墨西哥 结果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 来了个急转弯 他们在墨西哥的酒吧里 碰上了一群吸血僵尸 后半部分变成了恐怖片 这部电影一点也不正经 但是足够印象深刻 不知道这种不按套路出牌 是不是受了惊魂剂的启发 嘻嘻苛苛明确地说过 我在惊魂剂里做的 是我最喜欢的事 控制观众 咱们昨天讲了 他有控制狂的心理症结 对他来说 这种快感可能比这部电影的 巨大商业成功还重要 他的情绪控制和宣传手段 蔓延到了电影之外 他编写了一本叫 《惊魂记护理指南的小册子》 发给电影院 告诉影院怎么具体宣传 和放映这部电影 每一家影院的前厅里 都摆着他胖乎乎的纸板人像 上面写着 请勿透露结局 他强迫影院的老板们签合同 拒绝迟到的观众入场 这些手段的目的是为了 让观众们形成 进入游乐场鬼屋的预期 可怕的场面就要上演了 大家一起在放映之前 排着长队买票 还可以在人群里 建立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相当惊悚 而西区可可要求 放映之后不要开灯 就让观众在黑暗里 继续坐30秒钟 而他在外面满意地听着 里头震震的尖叫 借着这部 他最后的杰作的轰动效应 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电影观 刺激观众的 不是故事所传达的信息 也不是演员的精彩表演 让观众震撼的 纯粹是电影本身 如果你也觉得 今年的奥斯卡日文片里 没有几不值得看 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下 观看西区可可有时作品的推荐 我们昨天说 他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很喜欢宣传自己 然而他拍了那么多的商业大片 真正让他家喻户晓 而且赚了大钱的 其实是电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他连续主持了 亲年的电视剧版 西区可可剧场 我小时候就在电视上 看过国内的益智配音版 本来他是瞧不起电视的 他说过 电视的发明和室内管道的发明一样 就是为了让人可以不出门 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 从四百万上升到了四千八百万 电视网和赞助商 开出来了一个 他没法拒绝的价格 他1938年在好莱坞签的 第一部电影合同的报酬 是五万美元 而现在不用亲自指导 只要在每一集的开头和结尾 向个殡仪馆的主持人似的讲两句 每一集就能拿到12.9万 因为这个电视剧 他在美国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来 到处都有人模仿 他用低沉的英国枪说的 晚上好 他虽然始终板着脸 但是简直要爱死这种 被人追捧的感觉了 这七年里的355集里 西区科科自己导演的只有20集 而这20集的名单 我还真就找到了 列在了轮稿最后 不过其余的剧集也是他的风格 今天看整体水平仍然很高 豆瓣评分都在9分左右 要看西区科科的电影 有一个方便的版权合法 而且还免广告的在线播放渠道 那就是到B站去搜他的名字关键词 就能找到他大部分的代表作 其中进入所有有史以来 最伟大电影榜单的电影 至少有四部 是前天说的《后窗》 《迷魂记》 又名《悬晕》 和今天说到的《西北偏北》 《惊魂记》 又名《精神病患者》 我再补充我格外推荐的四部 《爱德华大夫》 《火车怪客》 《电话谋杀案》和《群鸟》 他自己表示最满意的 是中年时拍的《蜡薯催花》 就是那部他替外孙军写了观影报告 结果却在学校里 只得了一个C的片子 谈论西区科克 人们常常引用法国大导演 《让吕克·格达尔》的一句话 也许有一万个人 不会忘记赛上的苹果 但是肯定会有一亿个观众 会记得《火车怪客》里的打火机 格达尔一直在抗衡 由西区科克代表的 好莱坞电影拍法 但是他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 巴赞和特里福一样 对西区科克本人是极其佩服的 西区科克这个人 很难让人完全的亲近和喜欢 他特别享受这些先锋派导演 对自己的敬意 但是私下里却说 什么新浪潮 他们就是一群新流浪汉 所以我们还是去看 他的电影和电视剧故事吧 期待你的不同感悟